那这边会提到的是印象深刻的课程 主要我会想提的是性别与社会工作 那这是一门选修课 我觉得在自己在这个课程里面 其实我更认识自己与性别意识 提到一个是 这是我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报告的title 就是家庭文化与性别成长经验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我会去观察就是 我如何受到不管是父母 家人就是家人这个环境 以及其他小小的 不管是其他工作啊同侪啊 我是如何受到大家的影响 那这里面的过程中 性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会觉得这能够增加我的一个灵敏力 那我会非常有印象 也非常感谢那个老师 再来是会谈技巧 那这的话就是很实物的演练的学习 那我们其中一个像作业的话 就是会谈作业 我要跟同学啊演练15到20分钟 那会有录影跟写组织稿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可以了解自己的会谈实力 那也会 其实我们真的出社会之后 其实不见得个案会回馈你说 刚刚我的感受如何 所以在这样的会谈作业中 你是可以去跟同学讨论说 我刚刚这么说 或者说刚刚这样的过程 你的感受跟想法是什么 其实就可以很真实的去调整自己的能力了 那我会觉得可以有实物的演练是可以更增进学习的方法 那最后呢 是提在社工的实习啦 我这边想跟大家提的是 我们为什么要实习 我觉得实习是理问与实物的结合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就会更知道实物的现况 会了解说 我们常常在书上看的社工在做哪些事情 那实际上社工都在做哪些努力呢 我们就可以更贴近他们一点 再来是我们也可以看他们会办理很多大大小小的方案 我们就可以去观察这个指标是怎么制定的 再来是是否是真的对个案有帮助 而在我们也能够在 我们在机构实习的时候会有一些福利资源的部分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是我之前在单亲领域 那其实就是会有些民众啊 或者是一些个案 他们会来机构或者打电话过来 那去了解目前单亲啊 可以申请哪些补助 而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就会比较了解政府跟机构之间 如何去让这个福利更能够让民众去申请 或是让民众更了解 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去发现过程中的一个流动 好 那实习的话也是很重要的是在 你进去职场之前的累积经验的部分 像是我实习的过程中 你就会练习会谈、访式 还有你要写个案记录 以及你会带团体 甚至你也要设计方案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在你出社会前就还蛮好的经验累积 而在这过程中你也可以看到自己哪边是比较足 哪里哪边哪边不足 比如说我足的话会觉得我时间管理上还可以拿捏 再来是我发现自己总会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代表我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不足的部分的话我认为是在会谈的时候 因为我可能会因为过度紧张 或者是我会太 很担心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说等等的 没有那个实际的实战经验 所以我会不知所措 然后再来是我跟青少年服务的时候 自己会觉得有点卡卡的 还有就是我发现自己的理论基础也许还需要再加强 那这也是我真的进入实务现场的时候 我才会有所感的 而这边就会提到该如何去准备呢 你在实习前我很建议你可以翻学长姐的实习分享手册 那这个资源都会在细版 然后可以修行相关的课程 像刚刚有所提的学校社工或是义务社工 而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提早到机构去当志工 这部分的话是第一个你可以了解一下机构的环境 那第二个是你也当然可以更让他们对你有印象 而实际前呢 你也要有一套自己的存钱计划哦 而在申请阶段的话 我觉得你是可以做的事情是关注实习单位的粉专 去了解他们近期的活动状况啊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资讯在宣传 那再来是找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你之后想进入的是司法青少年 那你对这一块的流程 你可能流程啊 或者他们的背景 或者说他们现况 你可能要有一些了解 再来是我们在申请的时候 我们会把第一次的计划书给我们教授去批改 而在这同时 其实我也会做的事情 我也会给我的学长姐看一下计划书 因为他们已经实习过了 所以他们也许也会给我一些建议 而再来呢是面试 面试当天呢 切记要准时到 然后再来就是服装简简单单就可以了 不用很正式 然后再来是 很重要的是事前的练习 比如说你准备一个三分钟的自我介绍 还有一些预设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问你说 如果遇到青少年在生气啊 或者说遇到青少年在做一些不法行为 说你会怎么去处理等等 或者是去了解说 他们也会问在食物的问题 所以这些其实都可以找小长姐去对练的 因为我相信小长姐会有一些经验 还有就是其实你面试完之后 不管你对自己有多大的肯定 我认为还是要保险的准备下一家 因为其实机构的选择是他们也许 并不是你好不好 而是他们会有其他的考量 所以去留所准备 对你来说也是好的 而申请机构的部分 想要提一下就是系上会有一个实习资料库 那也在这个实习原地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不过我想提的事情是 其实实习的话就像是跟各系再重新计争一样 就是跟各校的社工系哦 所以其实我认为提早准备自己 你才是胜出的关键 好 那这些就是学姐的提醒啊 就是想说就是 当然是提早存钱 因为我其实很常看到同学 因为工作跟实习在那边挣扎 那其实也很不舍 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在大一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情况 也许我们可以提早去预备或是去想一些方法 而再来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记得一件就是 我们要观察机构 如何进行他们的服务 还有他们在过程中是怎么运作的 以及我们要反思社工跟实习生的角色 嗯 这边比较像是也许你会看到社工怎么跟服务对象他们去互动 那你可以去思考 这样是OK的吗 或者说这样你觉得好或不好 如果是你会怎么做等等的问题 以及再来是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陪伴个案的时光 毕竟我们实习的期间其实非常短暂 那如果在这边你能跟个案去接触的话 我觉得是很宝贵的经验 因为像是我的实习里面 我就是直接听到个案说 我觉得来到这里我真的有得到喘息 我真的觉得好放松 我可以暂时不用再想生活的那些烦恼 那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 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生活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帮忙 我相信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是会有所改变的